各位早安,我叫杜修文 來自Oroco MySQL全球事業部 MySQL在,雖然Oroco並沒有直接買了MySQL Oroco是透過買了上Micro System,在這個管道來用MySQL MySQL在1995年成立第一個版本推出來 然後到2008年的時候上Micro System買了MySQL 然後2009年底的時候,Oroco又買了上Micro System 所以現在MySQL是屬於Oroco的一個智慧產權 那它也成立一個事業部,單獨的一個事業部來營運這個MySQL 那我們知道MySQL都是一個open source的database 剛開始可能認為它是一個很小的database 關聯世界要擴,很典型的關聯世界要擴 你今天要對它做操作的都是下SQL之力 但是最近這幾年,尤其是MySQL進入Oroco以後 它發展非常快,加了非常多的新功能 那今天這個Session跟規介紹MySQL也可以說NoSQL 就是我不光是講SQL 那你可以用非常典型的 把MySQL當成一個down-base database 這是非常新的東西 那這個Future是在MySQL 5.7.12版以後才加進來的 那目前MySQL是5.7.15 所以它出來的時間還不到一年 大概半年多一點時間 然後它今天也支援前面各種不同的界面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樣做的有時候我們現在有個趨勢 有個流行 那關聯世界要扣出來 關聯世界要扣理論出來 大概有超過40年以上歷史 那關聯世界要扣跑了這麼多年以後 變成非常穩定,非常popular的一個database 如果說你要維持你的資料的完整性 資料的穩定性 那很容易用關聯世界要扣做到 你要移除你的data redundancy 你要做data normalization 關聯世界要扣通常是你的首選 你做一般的全搜尋 你嘗試用關聯世界要扣成它的首選 但是用關聯世界要扣大 可能會有一些限制 就限制第一個 彈性可能沒有那麼大 尤其是如果在做各種可能是developer 你是java developer 那developer常常會需要說 今天我的application開發速度要非常快 變化非常多 然後如果說你今天要變一個新的功能出來 或是你今天要改一個什麼樣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你要麻煩你的data 去重新建你的schema 那重建schema 對你的production的關係可能都會有些影響 因為你在auto table的時候 在改你的schema的時候 你的table很可能會被lock住 尤其早期的買的時候 幾乎是你的table 甚至加個index會被lock住 那這個對於很多developer來說 他覺得方便 彈性不夠大 那另外一方面 有人認為他performance不夠好 因為你的SQL指令的話 他需要去拘捕一些過程 需要去做paste 比如說你SQL指令進來後 他先把他轉換成內部的finding code 然後做automize 去優化 算出來說今天你的execution plan是怎麼樣 怎麼去查你的資料是最快的 這些過程都是一些overhab 那有些application他想說 我覺得很簡單我直進直出嘛 我甚至說完了denominize 但是我資料都已經合併起來了 而是一個潮狀結構的一個資料過的話 那觀念資料庫好像這方面的應用 他就會感覺力有偉大 還有呢 因為你今天SQL指令 除了這些overhab以外呢 有時候你常常會去查資料 所以你要捧好幾個table 一個是一個SQL指令裡面 帶了好幾個table 然後你就做join 這些都是額外的overhab 還有呢 有的時候我們會發覺 我的資料非常大 我資料庫呢 那要漲到超過一個server能夠處理容量的時候 我要做什麼 做datashop 做資料庫的分片 我可能不是一個server了 我是十個server 甚至上百台server 來應付我的application 這樣的大量的資料的存儲 那這些 這一般的SQL指令上面 你要做跨下中間的操作 跨下中間的join 或是你要跨下中間的這些unic 這個都是蠻大的一個工程 而且會造成性能上面蠻大的一個overhab 讓你能夠變得比較難應付 比較難維護 所以現在講說 我今天是不是可以做NoSQL 那上面你可以看到不少NoSQL的 database 不管是Crescendo也好 MongoDB也好 因應這些需求而生的 但是常見的一個問題 它有一好沒有兩好 你今天走NoSQL的時候 它很多support你做datashop support你做資料的直徑直出 那你資料的 data integrity 程序 control 這方面可能就沒有做 或是做得比較弱 跟你的觀念資料庫還是有段距離 所以常會有一個想法說 為什麼不能兩邊都取得同樣的 兩邊的效果都拿出來 那我既要能夠支持 觀念資料庫的beta integrity 支持它的transaction 今天如果說我今天這個交易 做新生修改刪除的時候 今天做到一半不對的時候 我可以自動幫我做rollback 維持我資料在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table裡面的資料的完整性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又能夠做NoSQL 那我要做schema list的一個操作 我今天在新的application 新的方式加進來的時候 我不需要麻煩我的dba 去幫我做autotable 不忘去改schema 我在我的data type裡面 就可以直接 在我的data裡面 就可以直接宣告 我data裡面的所有屬性 我自己定義了我data schema 那這個是NoSQL可以幫我做出來的 那我們的想法就是說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實際上是可以這樣做的 為什麼呢 因為它底層的技術 你做search 加快你search的時候 它的index 即使一般的NoSQL database 它底下還是一個dplus3的index 結構幾乎是理論上 應該說它的背後的理論基礎 沒什麼太大差別 所以那MySQL在這個地方 就多加了一個部分 它加什麼呢 它加兩部分 一個部分 它在database裡面 讓它可以處理接生type 就是你可以declare說 今天我這個table裡面 有一個color 它的datatype 不是varcha 不是一般的text 不是int 是嗎 是json json type json type上面 你可以加上index 加快你的查詢速度 這是database裡面的 另外一方面 前面呢 它開放個界面 讓你可以直接 透過NoSQL的方式 直接透過BestorChain的方式 直接幫你查資料 甚至直接幫你search 一般新增修改刪除都可以幫你做 這跳脫一般的 是一個命令的操作 另外一方面 它還開放出一個管理界面 管理界面 這個我們叫shim 這個我們可以讓 一個database 同時支持 SQL的操作 支持管理資料庫 該有的一些transaction control 等等你可以 甚至它原來你在database上面 該有的一些 比如說我們在mysl上面 很常見的主重複製 我們透過主重複製 幫我做高可用 甚至新的版本的mysl 我們在下個版本mysl 甚至還會帶一個東西 叫做groupication 我們在那邊 下午三點半鐘 花個二十分鐘的時間 稍微講一下 groupication 這個東西很有趣 它是高可用 而且是所有的server 在replication group裡面 所有的server 都是可以寫的 而且是synchronized 不是一般的說 synchronized 非同不等的複製 那我們在下午的時候 會稍微帶一下 因為今天這個時間我就不談了 因為這個目標不一樣 所以你兩邊都可以做得到 然後一般管理資料庫上面的穩定性 資料完整性可以做得到 然後noise上面的彈性 還有performance 甚至stability 甚至容量的擴程 我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讓mysl同時可以做兩個事情 同時可以做兩個界面 這個是我們在上面所做的東西 那我們怎麼做呢 Database裡面 我前面講 它多了一個json type 除了多了json type以外 你透過synchronized 你也可以操作json的document 我們有json 除了json document的話 你可以加上index 加上json上面 json的內容 你可以加上index 然後呢 這裡面還有一些function json function 你要抓取資料 你要去萃取資料 做新生修改35 synchronized synchronized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在前端 我們在前端多了幾個東西 傳統的synchronized synchronized 還是走一般的protocol進來 走一般的protocol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這邊開放出一個protocol 叫xprotocol 實際上它裡面去 我們有一個 一缸子的API 有開放出來 我們叫xdev的API xdav的API出來 在xdev的API上面 它就從 Database裡面開放一個接口 讓你前端的connector 前端的connector 如果說你今天用miceo的話 通常你會去download 比如說你用java的話 你是用java寫 然後連到miceo database 你會去download 什麼 connector接 然後呢 把connector接 遷到你的java的程式裡面 或者你的classpath 指到connector接 到library上面去 那你就可以連database 做各種不同的 新生修改 這種synchronized 操作 這是傳統的做法 那我們在新的connector接上面 這個新的connector接 目前還是resistcandidate 還沒有正式production 在6.0.x 目前是6.0.400上面 你download下來以後 你看到它多了一些library 這些library 讓你可以直接去assess json document 直接去assessjson document 然後你也提供了method 提供了method 然後你implement 它各種不同的xdev上的protocol 應該說它能去接那個sdevprotocol 直接去連到delebit 但是除了java以外 我目前還有更多的 比如說python javascript cshare c++ 這些我們都有支持 所以這些卡片上 都可以走json document 都可以走noxcode的界面 那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在前端呢 開放出一個myser share 這個你可以直接到myser網站 直接去download下來 myser share install完以後呢 就像一般的myser client 段一樣 我們一般myser client 是叫myser 然後呢 -u username -p password 等等的連到delebit上面去 這個相當於myser command 只是名稱不太一樣 它是myser h 直接連 然後呢 你可以直接連到你所指定的delebit上面 像這個連呢 它不光是連delebit 它中間加了一個新的觀念 叫session session的觀念 這個觀念就準備以後 我們可以做delebit 比如說 你在一個session底下 它後面連的delebit 你是可以多個delebit 但是你的AP 透過這個session 來做隔離的時候 AP 它不需要管理 說你這底下有多少個delebit 它幫你自動去導 自動做delebit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myser share 這個myser share 這個myser share 就可以讓你直接透過 non-sequel的方式來做 像myser share進去的時候 它有提供你三種mode 一般的sequel mode 還有default是JavaScript 你上面去 敲你JavaScript command JavaScript的myser share 那還有一個就是python 它目前是支持三種 在myser share上面 如果說你是一般管理的操作 零時性的查詢 你可以透過myser share 那你AP的開發 你AP開發呢 你就可以透過xprotocol 就是你建在你的connector底下 比如說你加把connector 接底下的這些新的library 新的class 你可以直接去assess它 直接去assess它 但DataVism 如果是要能够處理 這些xprotocol的話 你這底下 會有一個plugin 在這底下 你會有一個xplugin 或者我們叫myserxplugin 這個plugin 在你的新版的myser 就是myser5.7.12以後的版本 你可以找到這個library 通常它會放在 在你myser那包裡面 你可以找個lib.plugin lib.plugin lib.plugin 那個folder底下 你可以找到一個叫myserx.so 如果你是Needing系列的系統 或是Unity系列的系統 你可以找到myserx.so 如果說你Windows是怎麼 找myserx.dl 那這個 你要把它拿出來用 怎麼用呢 你要配進去 你要在上面去跑個 install plug-in 然後知道說你有一個新的 myserxplugin 這就是xprotocol 帶出來的東西 而這個做完以後 你的xprotocol就可以通了 就是它可以建議你前方 透過比如說Connect接進來的 走Noise Cure的方式去assess你的資料 那這是 那這樣的目的呢 就是讓我們可以 support 兩種不同的操作 傳統的SQL mini 仍然走3306 pro number 走傳統的SQL mini進來 那如果說你是完全是 把myserx.so當成一個 Json document的一個 database 你可以透過xprotocol xprotocol進來 xprotocol它走的pro number不一樣 default是33060 這邊的default是33060 就不是一般的3306了 3306就是一般的 關鍵式加藥口的product 33060 是把它當成一個 Duckin-based的方式 來進來去assess它的 那這樣的目的 是讓我們怎麼樣呢 可以說 你不需要同時maintain 兩套不同的database 同時maintain presental或是mongodb 另外一份production 一般的關鍵式加藥口 你會走my-sq 你不需要維持兩套技術 第一個技術 幫你解決掉 然後呢 另外一方面 在一般關鍵式加藥口上面 該有的一些transition control integrity 或是你要做replication 做HA的效果 完全可以在一個database上面來做 那另外一方面 我可以往下再發展 做delashart的操作 這是我透過一個database 來support兩種不同的model 所以我們今天加了新的東西 第一個 database裡面 加了新的datatype 比如說create table 下create table指令的時候 然後table名稱 column名稱 然後column後面的datatype 你可以自己int 發帳等等 還加一個json 可以做一個json type json type column是放json 另外一方面 你如果說是透過xprotocol進來的時候 你在上面透過xprotocol上面的json 操作 比如說一個create collection 它在底下就幫你create 如果你是document database的資料的話 它是以collection為一個set 一個collection裡面 就收了好幾個不同的 好多不同的document 一個collection 一個collection 相當於一個collection 相當於在database 一個table 一個collection 相當於一個table 然後database裡面 每一個row 上次存了什麼 成一個document 所以那個row上面 存了那個 如果說你這邊有json type的話 所以你這邊可以直接針對說 今天從noise code的方式去assess 它是一個document塞進去 另外我們也提供document base的API 就我們叫xtab的API 讓你可以直接透過node square 方式去assess你的document collection 前面我們目前support的甚至包含javasquare和node.js 那個connector 我們有個connect node.js 你可以自己當作 然後它可以支持你 token node.js來做assess 但加了更不在話下 然後互動的操作 互動的操作 互動的操作是mysl share 互動的操作mysl share 在database裡面 除了json type以外 在mysl 5.7裡面 我多了一個功能 叫genery column genery column 你可以指定說 我是genery column的source 是來自於json的column json column上面 去attract 透過json方式去attract 某些特定的 要做index的訊息 比如說 這邊有id 還是name 去attract 和json type 因為json type 是一缸子的東西 一缸子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去尋找某個特定的attribute 做成它的index 然後你可以幫助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有超過20個以上的 不同的json功能 然後透過新的protocol 來去assess它 在database裡面 我們多了json type json function 然後也做index 這又重複了 如果說你是走一般的sql 命令進來的話 一樣可以處理json create table 然後create table 後面你可以指定說 我的column名字叫data Type是j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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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在這邊insert into的時候 就是json document 把它放進去 就是每個roll是一個document 每個roll是一個document 每個roll是一個document 相對於你的t1這個table 是一個collection 然後你在上面做操作 這是一般的sql命令進來 一般sql命令進來的時候 你可以在它select select裡面的內容 那我們提供一些json function 比如json attribute 去幫你在這一缸子 這是指到data 是一個column 就是我們這邊create 的時候是一個data column 從這個data column 你去attress 我要去從document route上面 從documentroute裡面去找 屬於serious的attribute 某一個特定的值 特定的值 一缸子先 特定的值撈出來 json attribute 然後我們可以做各種 會的條件 比對呀等等 這個方式操作 這還是標準的sql 只是我們透過json function 來幫你去操作裡面的 寫文件 如果去access 這某個特定的內容的時候 它的access pass 大概會是這樣 你會先指定 data base 就是schema 就是data base裡面的schema 然後指到某個特定的table 某個特定的column 它column上面 就是你的json type的column 就是json type的column 所以你要在這邊 要指定完整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前面加上 比如說schema name 比如說mydb.t1.data 這是指到某個特定的column上面 這個column上面 是存你的json data 的document 然後這裡面指定它的pass 指定它的pass 指定它的pass 它的 syntax 它的 syntax上面是 dollar size 指定它的root document root 然後往下面指定 某個特定的identify 就是它的attribute 如果說這裡面有array的話 你可以指定是哪一個位置 哪一個位置 比如說你這邊有impring 比如說你是impring 可能有500個impring 那你可能這裡底下會做一個impring 做一個array 你可以知道第一個impring 還是第五個impring 這是array 但你要比對 你可以指定是impring 指定impring id的時候 你可以透過index 來去找那個impring id 那我們在myser底下 我們加了json function 大概超過20多種json function 對你的資料的整合 或是資料操作 valid,type,key,lens等等 然後對資料的新生修改刪除 對json data內容的新生修改刪除 或者是更換repress,modify 或是你要去做一些特定的比對 你要去attrib 某些特定的資料 有jsonattrib 或是你要做merge 做array的時候 我們都有一些json function 來幫你做 舉個例子 像我們這邊 如果說你要去insert insert 比如說你現在update的動作 update update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t1data裡面的內容 是從另外一個table裡面 撈出來的一個內容 或像這是t1data底下的invert invert這個屬性 然後我這邊另外一個table t2的table裡面 同樣一個json column 裡面去找bns4series 找第一個位置 我去做些attrib出來 知道我做一些印算 印算我要再塞回到我的column裡面去 那這是傳統的做法 那這是傳統的做法 或者你今天做 做會條件 你也可以在上面做 在上面你可以做 會條件的比對 會條件的比對 那如果說你要加快 你查詢速度的話 你在上面可以做index 在Miles5.7裡面 我們加了一個virtual column 這個virtual column可以是store的 真正存值的 或是我們真正是virtual的data column 這是臨時運算出來的 像舉個例子 我們這邊create table 這個table裡面 有個json column 叫data 然後有id 這id裡面內容 它是算出來的 從data裡面去把某個值算出來 這個data裡面是一個json document 裡面有很多層性 其中一個層性 related 我就把id Jord jud solved 偷出來 是當成我這id的column裡面的內容 甚至我可以做index 因為我加了prime key 所以有prime key index 所以今天在上面去search 的時候 我可以針對id的人多少來做search 可以在不同的json document上去比對 會幫我找到我的特定column 另外,如果要加快查询速度的话,你可以做index 你可以create index和指定某个特定的 去attract 这是透过prime key 但你可以create一个 拿prime key index 然后attract某个特定的属性 接近大概有某个特定的属性的资料 来当成它的一个词 这样可以加快它的查询速度 这是一般的SQL mini 这还是走3306 port number 只是我们多了一些json function 让你去操作 这让你可以做什么呢? 当你是一般的NoSQL exportable进来的时候 另外一方面,你从SQL mini进来 也可以看到里面那种可以做各种操作和查询 真正的操作和查询 是透过exportable进来 先介绍一下 Masher share 就是Masher新的Client端的工具 你可以走json type的方式来进来 Masher share 盖起来以后呢 你会指定说connection 指定connect 它的指定就是fine slash connect 然后connect的时候 你会指定一个url 或是uri 指定你的host name, port number, user name, password 等等 然后还可以指定说 你的default database是指到哪里去 这是Masher 你可以直接去连上来的 然后呢 Masher share connect上去的时候 让它去帮你create session 而且这个session 是可以存起来的 所以你可以事后再去把这个session 调传来用 你可以存好几个session 这带来一个新的观点 一个session底下呢 你可以设定有不同type的session 你可以是一般standard的marsher session 或是no session 这个是代表说 你是单一个server 如果说你是standardmarsher session 那你这个connection连接来 还是下sql指定 那如果说你是no session 你这个上面可以做sql指定 也可以走noSQL的 新人修改参数crud create, retrieve,update,delete的这些操作 这些method 你可以直接去asset stop 那default是什么呢 default是xsession 就是你指定 你连上来的时候 你没有指定的default是xsession 如果说你要指定no session 你connection 键connection 你要告诉它 你是no session 那如果说你是xsession 目前跟no session 没有太大差别 是在于 我目前只能连一个database 但是以后的版本 我们可以让你可以连同个database 从一个session里面 可以有含了多个connection 这就是准备我们要做datashop 你的AP端 你的xproto前面的加法程式 只看到一个session 但是它底下是好几个database 好几个connection 在那上面 那当然你的同一个session 底下你可以做各种不同的操作 但你也可以留一些log information 留一些日子记录 那xprotocol 如果你走一般的xprotocol进来的话 那你必须要做几件事情 但第一个 你必须把你的xplugin 就是把这个xplugin放进来 然后呢 接下来呢 你要去download 适当的connector 那这些connector 目前使用了 包含javascript nodejs 还有呢 python c++ cshare 那目前我们可能先focus在java上面 因为我们现在是java的conference 那实际上这个 我们透过xdev API 让它可以很容易很快速的 来带新的connector进来 但我目前呢 因为人力的关系 我们大概只先做这几个 但是我想你已经可以cover大部分的需求了 尤其如果说你是java人可以选的developer 我想这个可以用得到 然后 那这些connector进来的时候 它从开放出来的method 从开放出来的function code 它可以支持原传统的synchronous asynchronous的操作 还有呢 它可以支持你的methodchap 还有支持你pipeline和batch的操作 另外呢 比较新的language的能力 新的language capability 比如说promise 或asynchronous contract 我们这些method都可以支持 也就是说 你今天丢下去 你就可以跑下个动作了 让它在背后 可能有大量的操作在背后做的时候 你可以不需要去hold 不需要霸占你的kindor 等它操作完 你就可以做下一个动作 等它做完以后 再retend结果给你 那你想promise的操作 那新的API上面 可以帮你做新增修改删除 但你也可以 我认识Xapp的API 还是可以支持一般的table操作 那我们看一下XProtocol 通常你要做的时候 第一个 你需要加上新的export的plugin 它的过程大概是这样子 如果说你是从myslclient端进去的时候 你会需要下install plugin 然后myslx so name 就是你的library名称 直到myslx.so 如果说你是linux或是unicin 系列的话 在myslclient端 你需要下这样的指令 下这个指令以后 它就可以带出来 或者你在你的my.cl上面 在你的configify上 my.cl上面 也可以指定说 我有plugin plugin是myslx 然后直到myslx.so上面去 那这个做完以后 但这个是option 通常我们会建议你开一个user 不要直接入lut account 因为它权限太大了 开一个user 比如叫myslx.sy 叫什么名称都没有关系 然后呢 给它适当的权限 给它适当的权限 给它select mysl user 的权限 给它 然后super user 给它 那这样子让你的myslx 那个x protocol的连线 的username 可以直接用到 比如说 你这边create myslx.sy的user 不需要用root 但你直接用root 也可以啦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用 当然没有关系 但如果说你是好多人在用 还建议说 你可能不要再create 一个user 权限做一个区分 那如果说你要用myslxshare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myslx的网站 就是download 官网上就是dv.myslx.com slashdownloads 你可以找到share myslxshare 但是也是GPM 也就是它是免费的版本 你可以直接download install完以后 然后你就可以跑它了 你可以是一个踏包 你也可以是RPM 或是Windows的MSI 撞完 那就可以直接跑 那 要执行它的话 就是myslxsh 这是它名称 程式名称 然后呢 dash-uri username 但如果说你要直接把password 放在上面的话 也可以 冒号跟着password 但是一般来说 这不是好的practice 如果你没有给的话 没有关系 你敲这个enter下去以后 它才为password进去 然后后面是你的server的位置 server IP 或host name 然后呢 33060 default它进33060 这是走X protocol 连进来的 然后default的database 是用哪一个 比如说myslx 像这个myslx 你可以直接到mysl的网站 download下 它是一个测试的database 里面有一缸子的script 然后把你myslx 那个downloader的database 把它建起来 或者tail把你建起来 一个 这是connection跟session的观念 然后你连进来以后呢 如果你走X protocol的话 你直到它的database 就是一个schema 然后你既然要针对这个database 能量来操作的时候呢 第一个你要找什么 第一个你可能先要找collection collection 如果说你在上面去create collection 比如说你连透过myslx share进来的时候 你透过myslx share进来的时候 它有个default的object 叫db 打db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你现在连的schema是什么 像我这边直接连的是 wordx 那你打db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你现在站在wordx上面 然后呢 db.getcollections 要加s collections 它就告诉你 wordx底下有哪些collection 另外一方面在sigle界面上面呢 你可以看到有哪些table collection 就没有变到table上面去 然后呢 你再要看 比如说你有个collection 叫mycollection 或是有个collection 就直接叫mycollection mycollection collection上面 你也可以直接看 我要find的某个document 所以上面可以 db.mycollection.find 如果说你没有指定 它的find的条件的话 就是那个小括号 那个messor 直接没有任何参入进去 它是把这个collection 所有的document都列给你看 所有的document都列给你看 所有的document都可以帮你捞出来 那你也可以直接find的时候 你可以指定find的条件 你可以指定find条件 那这find条件上面 在operator 你就可以直接用各种不同的 像一般sigle mini whirl条件里面的between 大一等一小一等等 and or 所有的操作我大概都可以支持 就像我们这边例子 比如说我这边有个db 是d4的database 然后呢 有一个collection 叫countryInfo 这是在我的wordx word underscore x 可以直接install 一个collection进去的 直接insert一个collection进去 find find后面它的条件 你可以指定 那你可以指定 这个countryInfo底下 有一个属性叫做demographic demographic里面 还有一个sub属性 叫做population 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比对 那你find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动态find直进去 不是直接写进来 比如我这个五千 我这个五十万还是一百万 这样子 你可以直接by 冒号是by一个variable进去 by variable by variable后面直接指定 不是fi的时候 你指定 by的时候 你指定 我这个country 这个属性 就放Italy 可以像这样的例子 这是可以动态的 但Italy可以从外面传进来 你不见你写实的 这只是举个例子 这样你的操作 就可以完全脱离sicle meaning的操作 然后另外一方面 这个X protocol 也同时可以support 你做collection的操作 也可以support你做table操作 table上面新生修改三组的操作 当然可以支持 同个界面来做两遍 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你从你的AP端 从你的Java程式 要去针对MySQL 透过XPorto来做操作的时候 那你必须要download 新版的connet件 如果说你用Java写到 新版connet件 那6点插板 你去download 6点插板的connet件 然后呢 这个做完以后呢 你要让你的Java程式 可以找到这个connet件 可以找到这个connet件 这个是我目前这个版本上面 有点要需要注意的 他第一个connet件里面 没有一个library 这个library叫做PortoBuffer 你需要到外面去download 一个PortoBuffer 这我自己测的时候 我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我有可能会给他一些建议 最好你的connet件里面 包含这个东西 所以你要两个library 除了connet件6.x以外 目前是6.0.4以外 还有一个PortoBuffer Java 这样 这个你可以在你的mobin report 你可以找得到这个东西 那这两个classpath 设上去以后呢 你的程式 就可以自己去SSL 这是一个Java的SampleCamp SampleCamp 的程式 那我们把它拆开来看 这样会比较仔细一点 第一个呢 你会先要指定package 因为这里面新加进来的一些Java class 都在这个package底下 都在这些myscl.cgapi.x底下 在这个package底下 所以你要加上新的package进去 那接下来的操作呢 第一个你要建condition 你要设定create session 这不是condition 这是create session 观念要改一下 create session 那create session 里面放了什么 你会呼叫一个myscl.xsessionfactory myscl.xsessionfactory 它的位置是在哪里 然后port number33060 然后default database是什么 default database 如果没有给的话 你还要告诉他 session 你要set你的schema 到比如说mytest 这个database上去 那我们在给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针对这个session 来做操作了 那有必要 你可以加上yosernam partsor在这上面 这我想跟一般的JDP很像 只是它protocol不太一样 port number不一样 然后这个session建立起来以后 这很特殊的 你可以下start transition commit 这很有意思 一般的json database 不会去处理这些transition的操作 我们这里可以让我们处理transition的操作 行程修改参组 一件不对的 它可以使用 只能把你弄变掉 然后呢 接下来呢 我指定collection 把collection object捞出来 好 那我这边 第一个 我现在把我的schema 指到新的schema上面 mytest 新的schema 但你不给的话 也可以啦 就default的那个session 你可以 好 然后呢 schema object的reference名称 叫mydb mydb getcollection 然后呢 你有个collection 叫mycollection mycollection 但你如果说没有 你这个mycollection 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 你也可以createcollection 这个menso上面 这个object上面 你可以带一个createcollection的object createcollection collection指定 比如说mycollection1 mycollection2 等等 然后你可以真的以新的createcollection 做行程修改参组 像我这边是insert insert三个指令 那insert三个document 那insert三个json document 在这上面 然后呢 这三个做完又commit 所以这三个insert 这三个insert相当于一个translation 那音乐完以后 你可以做各种新生修改参除 查询 像我这边做查询 那从mycollection上面 你可以find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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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collection里面 它条件是 name like by进来的一个字 name age 是小于by进来的字 age 然后呢 by进来的字 name sakila age by 20 小于20 然后名称是sakila sak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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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小孩团的名字 我们对那个小孩团也是个名字 那是一个非洲的名字 然后去execute的时候 它就把你所做出来的result 做出来的结果 应该说result 放到我这边create了一个duckresult ducks 然后呢 你可以针对duck来做fetch 像我们只fetch一个 你可以fetch一缸 通通fetch 然后放在realsite里面 放在loop里面 去把所有的资料捞出来 所以为了简化 简单说 我今天只fetch1 然后呢 我可以把它print出来 printboc printboc 就是duck object 捞出来 你可以看到里面的json格式 内容 你去执行的时候 你大概就可以看到这样的 因为我是用内边做的 所以内边它default 包子还是整个project 它包成一个架档 然后呢 Java附架 我的 Java class名称叫 mysele mysele duckstore 然后点架 然后呢 做完以后 它就pump出来这个 age below 20 为什么呢 因为我前面是age below 20 然后加上json document 加上这个json document 当然呢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但你可以直接把这些json document 寄认出来以后的 和它结果 丢到其他framework上面 任何可以处理 nojson document based 的telive上面 结果上面做操作 相反的 你可以直接从 你的framework里 把资料放进来 变成json document 直接塞到myse上面去 直接塞到myse上面去 那这个是 这个部分 像这个是从mysele share 你做查询的 从mysele share 上面去查询的 mysele share 查询 连线的时候 我上前面就直接 指定是 连到 连到 mytest的schema 底下 所以db 它名的reference 是mytest mytest 底下 我去找mycollection find 如果说我这边没有特别指定的话 它是这三笔资料 这三个document 通通把你捞出来 那 相从另外一方面 从sql的界面进来 从3306的界面进来的时候 一样可以slap 你可以看到 这个mycollection 像是一个table 是一个table 这个mycollection里面 它只会有两个栏位 一个是 nscode id 它像你帮你做一个primarykey 这个primarykey 是nscode id nscode id nscode id 里面的资料是attract attract ID 就是Jetson-Docker里面的ID 这一串值 就是Jetson-Docker里面的ID 这一串值 它是帮你去attract 这个部分 抱歉 这个ID 这个值 不是我们塞进去的 不是我们塞进去的 我们没有塞ID ID这个值 是它自有帮你建议出来的 Jetson-Docker里面 它一定会帮你建议一个nscode id 当它的primarykey 那这ID 它是帮你做个UUID出来 做个UUID出来 那后面的age name 这个是印射进去的 agename 是帮你印射进去的 这是走 mysc.share mysc.share 进来的时候 它的做法会是这样子 这是走一般的java 一般的mysc.share command 一般的mysc.share command 你可以直接看里面的table 看里面的table 这个table的结构 它是innoDB的结构 那innoDB它是support 你做transaction 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transaction 可以做start transition 然后commit 或是rollback 这样的操作 因为它底下还是一个innoDB table 那innoDB panel 上面就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了 你可以走主重复制 你可以做groupication 我们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 会谈到groupication 在那个外面 我们的摊位前面 稍微谈一下groupication 上海你直接完全要靠innoDB 那或是你要做backup 要做audit 或做fiverr 或是你做datashop 等等要support 做crash recovery 这些在innoDB上面 都可以完整的支持 那基本上我们介绍 还是有上面针对export 整个document type 的一个document database的操作 但这个地方还没有完 虽然我们还有很多开发的空间 像我们现在我们自己的研发团队 还在持续进行 让同一个session 可以连多个connition 可以操作多个connition 做datashop 你今天插入的时候 你的genetry的innoScoreID 会决定说你这个资料 这个document放在哪些server上面 或是哪个server上面 那我们因为这个东西还算蛮新的东西 所以我们蛮期望各位尽量去试试看 然后有任何问题的话反映给我们 虽然这里已经production 但是不是所有的fisher都production 比如说一些connector 不是完全production 比如JavaScript 我们有production 但是Java的connector 目前还是属于rease candidate 还并不是真正的production的版本 所以各位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 可以多试试看 然后尽量给我们一些意见 把你的想法放进来 那你可以到我们的bugs database上面去反映 即使认为说你这不是真的bug 你觉得是一个功能加强版 那你也可以点选类型 就是feature enhancement feature enhancement request 你可以把它放进去 还有一个我觉得蛮需要各位帮助就是 因为我们只是database 但是前端里的application 要有一个完整的运算环境的时候 尤其是在Java的环境里面 我们常会需要有足够的framework来支持它 比如说你是用JavaScript JavaScript Node.js 有所谓NodeJavaScript上面 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framework support 很快的generate the application 然后我们也希望说 今天如果说你是framework的developer 或是你自己本身own一些framework 你可以试试看把这些feature 实际上它已经是JavaScript了 才能supportJavaScript的datatype的操作 你可以把它embed到你framework上面去 中间可能只要支持新的protocol就好了 这是有新的export code就行了 那包含了Java 包含如果说你是JavaScript的 或是NodeJS的framework developer 你可以考虑把这个放进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以后我们发展的一个方向 发展的方向 以后我们除了关系资料库以外 我们也期望说mysl会变成一个 NodeJS很大的资料的操作 很大的sharp的操作 这是因为我们客户的需求 这也是因为我们客户的需求 我们可以往这个方向走 那如果说你对我们的 Mysl as Documents 或是我们对Mysl as Support NoSQL的操作有兴趣的话 这个最后一个page列出来 我们有哪些资源你可以看一下 你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去找reference document reference menu 你可以找到5.7底下reference menu 有Database的一个网页 然后Mysl share的操作 Mysl share的操作 X-Datab API的界面 里面的所有的Mysl 和它的Function code X-Plugin的操作 然后Mysl JSON 就是SQL指令 怎么用SQL指令来操作 Mysl JSON 这个上面都可以看到 另外你可以查一下 我们的developer 就是 Mysl server team.com 这是我们的developer 它维护的一个blog 你可以上去看它有持续 会post一些新的文章 不光是JSON 任何的Mysl database 相关的 它都会有一些 新的发表在这上面 那你如果要看JSON 就是tagJSON 底下 你要测试 你要有个新版的一个 就是一个 Default的一个Database 你可以去download Mysl Word X Mysl上面的 Word Underscore X 那个Sample Database 你可以直接download 或是如果你有兴趣研究Mysl 或是你有兴趣进一步 来探索Mysl 那你也可以去 Orgol University 去看一下它们的课程 我们有一系列的Mysl 的课程 在这上面 除了Mysl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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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Java SC的Programming 你若要考SCJP 应该是OCJP Orgol Certified Java Programmer 可能会需要这些课程 那经营课程 如果说你要考 Artitecture Certification 可能需要去了解一下 Object Oriented UIL 等等 这是供您参考 那我这部分的介绍 就先到这个地方 好 对 谢谢大家